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浪老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易达说论见人权牙运 大家好 我是主持蔡依达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中国羽毛球队大满贯的得主林丹 你好 给大家打个招呼 OK 那我们开始这个 其实今天就是跟你简单的聊一些关于牙运 关于我们人生 关于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 其实在押运会刚结束 知道你这次也是不负众望 拿到了男单的冠军 那在10年你参加广州押运会的时候 你也是因为这块单打的冠军 你拿到大满贯 那这次的冠军对你的意义有什么意义 其实这一次在出发的时候 我只是希望先把团体打好 因为在5月份的汤姆斯培 我们中国男队失利了 0比30输给日本 在国内很多媒体包括球迷都很难接受 所以我希望在亚运会男团的时候 能够先把男团冠军拿回来 但是很遗憾我们最终还是输给了韩国 所以在单向的时候自己就也没有什么包袱 就是一场一场去打 当决赛赢完以后 其实有些媒体还告诉我 你赢得这一下的单向的冠军 是实现了两圈的满贯 所以我觉得当时才想起来自己是很幸运的 如果是最终很遗憾 比如说没拿下冠军的话 可能就是还是单圈的 即使你已经走到决赛的最后的一刻了 但是你没赢下来的话 还是属于单圈的圈满贯 那现在赢下最后的决赛是三圈 所以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 两次满贯 对 两次满贯 所以当然也会对将来的一些师弟们的挑战会更大 那他们要实现两圈全满贯 所以我觉得对这一刻自己还是非常的骄傲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后人的一种激励 是 对吧 这个亚运会的半决赛 你也是这个击败了李宗伟 然后决赛击本了这个 这个申龙 申龙 对吧 然后你觉得你击败这两位选手 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选手 是 你觉得这块金牌的含金量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亚运会对我来讲 金牌的含金量应该是很足的 因为在亚洲有很多顶尖的这个高手 包括李宗伟 今年的四季赛他还是获得了第二 包括在决赛当中击败了自己的师弟成龙 他也是刚刚拿下了这个四季赛的男单的冠军 虽然很遗憾这次自己的四季赛没能参加 但是在亚运会上能够击败两个顶尖的四季赛的冠军 对于我来讲还是很肯定自己的实力和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不仅仅收获了冠军 还是很肯定的自己这段时间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 是个不错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也会很有信心的继续的训练下去 就是这次你看这次亚运会 我们这个男团是输掉了比赛 然后也有外界说我们输掉比赛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客观因素 比如说像空调风向问题 然后你在结束比赛以后 你也是向媒体就是没有说去强调这个客观因素 但是你后来你们有没有总结是这个空调因素是在其中的吗 因为我觉得失利输球当然有很多的因素 我们也可以去总结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风向或者灯光对你有些影响造成比赛的输掉 但是我觉得再从客观来讲可能条件还是同等的 可能你的对手他跟你使用的场地是一样的 那他可能也一定会受到这样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近距的体育运动员 如果你想要击败对手可能还是更多要从自身找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苛刻 所以还是可能要更多的找自己的一些问题 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其实都需要战 就可能有一些客观因素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在自身去找一些自己的问题 对吧 因为并不是说你在这边不利的时候对手就没有 他也是一样的 所以可能更多时候还得要找自己的一些问题 找到根本原因去解决他再去战胜对手 对 因为我记得在亚运会的时候 在电梯口的时候我碰到了蔡菊 蔡菊也在很关心地问我们说 是不是这个风向对你们影响还是很大 那当时其实我也说实话 确实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发挥 但是蔡菊意思就是你的对手也是一样 那你们可能更多时候就要在平时训练当中去准备这样的问题 因为可能到了16年的里亚运会在巴西可能也很热 他也会开空调 所以你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所以我觉得当时也确实是 你不可能要求非常非常好的你再去比赛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说先要求别人去怎么怎么样 应该先要求自己的实力去达到这个问题 然后再去说别人这个问题 对 适应的这样一个苛刻的环境 尽可能发挥最好的水平 所以在外界有很多人说你是一个像标杆性的运动员 对吧 从传统意义说这个羽毛球 它算是体质内的运动 它没有那么的去职业化和商业化 但是你却拿到了这个时间上说最好的成绩 但是其实我们抛开你作为一个运动员的身份 你在外面可以给你几个定义 比如说你像时尚先生 广告明星 然后体育明星 那我想问问你是怎么去权衡 你作为一个运动员和作为一名对社会有积极影响力的人的协调性 协调上你是怎么去运作它的 因为在过去可能大家会 因为在很早以前的时候 我的贪心虎教练他有问过我 他说你自己能不能表达出专业运动员和职业运动员的区别 因为当时很小对这个概念好像很模糊 但慢慢长大后你发现 其实职业运动员可能会更强调自己的职业的生涯 而不是仅仅像专业运动员代表某一次国家参加一次大赛 获得冠军很满足就退役了 那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讲 他可能要求的更多更长更细 所以现在自己也希望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职业运动员 虽然现在还是在体制内的一个项目 但是还是希望把自己能够 把自己归为一个职业运动员 去很好的去努力的训练 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弄得更长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产现了一些商业架子 比如说拍广告或等等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但是尽可能还是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到自己的赛场上和训练场上 所以我觉得把自己定义成职业运动员了以后 其实每天的训练就更加自觉 而不再是像过去好像 这是一种可能就 自觉 很自觉 然后又有乐趣 对 就是很内心发起的时候 我今天要练什么 我应该要很好地把它完成 而不是像过去可能教练要求你很多 你很被动地去接受去训练 那我觉得现在这样 把自己定义成职业运动员以后的话 可能就会更加的有目标性 有目的性 而不是每天 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而不是每天等着教练来告诉你 今天应该练什么应该练什么 自己就会给自己规划一个训练计划 是的 但你看你已经拿了这么多冠军了 然后你在场外你也是接了这么多这个广告 那你有没有就比如说你现在有没有一句话 就想对你的师弟们呀 就是或者是同行 还在体制内 但是还没有觉得自己是一名这个职业运动员 就是这个这个职业化运动员 有没有给他们告诫一句话 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引导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身上的一些东西 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师弟师妹 包括可能其他项目的一些运动员可能也会感受到 其实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职业寿命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 你才有可能在很漫长的过程里面去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 我不希望每一个运动员只是为了拿到一个冠军 就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或者是就退出国家队了 因为我觉得从小从事任何一项运动 到你实现冠军是很痛苦很漫长的 当你实现了以后我觉得要更好的经营自己 更好的就经营去发挥 对对吧 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沿得更长 再去为国为自己效力 或者为队伍效力拿出更多的一些好的成绩 而不是说拿到了就觉得心满意出了就结束了 所以我希望他们的职业生涯能够沿得更长 其实我觉得可能作为你从我们外界来看 你可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体育明星 因为我觉得在国内可能很少有体育明星 而我所指的体育明星就是说 可以给社会带来积极影响啊 去带来商业价值的这种体育这种运动员 可能你算是比较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 那你是怎么在这个运动员 然后时尚达人 这个或者是这个商业或者是广告 就这几个中间平衡怎么全衡 比如说 比如说你今天有训练 可能这边有商业活动 是 你们你是怎么去权衡 怎么去分配这个时间的呢 如果是今天有冲突的话 我一定会选择这个训练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本次工作 对 这是绝对不能去破坏的 当然我们有非常好的团队 他们会去尽可能的去协调好这个时间 我一般去参加活动和拍广告时间 一般都是在礼拜天 我很少会拿很少 就是中一个周六的训练时间 还是会 然后只把压缩到 对 把所有的压缩到 比如说礼拜六的下午训练完以后 到礼拜天一整天 我觉得这个是我 也是要求团队你们尽可能去做到的 当然在有些情况下 比如说确实今天 要配合队伍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礼拜三的上午 要参加一些活动 那我会再通过礼拜三的下午 多出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把上午的训练补回来 因为这对于我来讲 是我自己也要求这么做 就是一个自我的要求 对 那你想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周一到周六 你可能在训练 但是周日你又要把你的时间 本来属于你的休息时间 然后去拍东西 但是你会不会感觉自己很累 就是虽然这样会对你的人生很丰满 很丰富 但是你会不会感觉 哇好累啊今天本应该休息 但是我还是要有工作 虽然不是体育上工作 但是是外面工作也算是工作 对 我觉得就是 当你要得到一件东西的时候 肯定也是会失去的 所以我觉得 尽量让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还有一个心态 对 因为有的时候也会觉得 也会埋怨 也会发脾气 也会觉得不想做这么多 很累要接受采访 或者是要拍东西 甚至要接广告 但是我觉得 在很多的 在很多的一些埋怨过程当中 其实你也得到了很多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你只能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尽可能的把它做好 完了 还得要不影响到第二天自己的训练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这四年来 和过去最大的一个差别 差别 因为过去也会做 但是会不断的埋怨 而且会带到训练当中 就是我觉得今天练得不好 就是因为昨天没有休息好 要拍东西 要跟着队伍去参加活动 可能就会埋怨 现在就会觉得 这是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些事实 你必须要做 那做完以后就 就告诉自己 其实这也是一种锻炼 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心态 马上调整好 因为在赛场当中 可能你会遇到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就当做锻炼吧 那这样的话 可能一点点积累 让自己可能在比赛当中 就会更加有机会 去锻炼到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这些事情 这可能是你两个身份之间的磨合 就是可能四年前 你磨合的不是那么的好 现在你已经把它 可以把它这两个身份 都融入到你的身体里面 你可以很好地去权衡它们 然后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 去完成它们 但是我也听到 从刚才你说的这些话里面 我听到就是 用一句电影里的话 其实就是责任越大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对吧 就从你刚才话里面 去听出来这个意思 那你比如说 你在以后 可能包括你退以后 或怎么样 那是可能很多电影后的事 你有没有考虑过去做电影 或者去拍电视剧 或者去从事娱乐方面的 一些这种事项呢 我觉得我的性格 如果去做其他的 可能会很着急 因为我是那种就是 准备好了就马上要去做 因为虽然我没有拍过电影 没有做过其他 但是也接过广告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一整天在那边 在广告 对 在那个片场 你会觉得其实 有大把时间都在等待 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拍完一天广告 会觉得比训练一天还累 对 很多运动员 我也是有了解过 确实是觉得拍广告 感觉在电视10秒钟 对 拍一天 而且广告 拍广告的时间 又是不跟拍电视剧 拍电影不一样 它是压缩 很压缩 它必须要在一天之内 把这个东西完成 你不像拍电影 我累了 我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其实我觉得 你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就是包括你在赛场上 你这种打球的风格 包括还有你的这个人格魅力 是在赛场上 就是让大家能看得到的 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当演员 因为演员也是需要一个性格化 就是当作为一个演员 最基本的是你要有性格 你要让别人能看到你所想的 你所要 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去考虑一下 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 但是我还 当然我还是希望就是 因为在很多年前 人们是通过羽毛球认识林丹的 对 而且对于我来讲 确实羽毛球这项运动 是我最自爱的一项运动 所以我希望在将来 哪怕是退役以后 我还是希望有更多 还是要回归 就是还是要向羽毛球回报 对 就是我还是希望在我的领域里面 去发挥自己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力量 去帮助这项运动 或者推动这项运动 对 羽毛球还是因为你得益羽毛球 然后你要再去奉献 再去奉献给羽毛球 对 因为现在在全中国有很多的一些年轻朋友 包括刚才我们聊天 你也讲到有很多人热爱羽毛球 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去喜爱 就是羽毛球这样运动 对 所以我也觉得作为一个羽毛球的一个从事者 如果有更多人喜欢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 所以哪怕将来有一天退役了 我也希望能够和我的这个合作品牌商 能够一起更好的去推动这样的 去推广这个会 你也可以去拍个关于羽毛球的电影 好 你就演林丹 叫林丹传 可以 也是 其实从事这个 就是流媒 流动媒体啊 或者是羽毛广告 也是作为一个推广 嗯 也是可以去尝试 那你平常 比如说你在你打球 比如说你肯定要去外地去比赛 在这个中间 这个露出中 嗯 你会看一些电影 看一些电视剧打发时间吗 会 电影啊电视剧 甚至可能更多的时候会听听音乐啊什么的 因为像很多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 嗯 那你比较喜欢看那个那个什么类型的那种电影 小的时候会比较喜欢看一些比如说美国大片啊 啊 但现在慢慢随着自己年龄正常可能会更加喜欢看一些真实的 比如说国内的一些电视剧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反映老百姓生活的啊 就会觉得很有趣 反映民生的 对 民生的就会觉得很有趣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跟教练聊聊天打打牌 因为有的时候在在大家在等待一个等待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大家没有真正工作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容易和教练去沟通的 对 因为在那一刻其实大家不是在训练场上也不是在比赛场上 其实那时候可能更加更加像一个朋友 像一个朋友 就是可能所有教练和队员的关系都是一师一友的 对 赛下面都是好朋友 可能到赛上 如果到了训练场到比赛场 可能那个身份就会特别的明显 对 但是在在 在离开那个场地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就不会那么明显的有一种那种感觉 就会有时候更容易就很自然的聊天 沟通 我会有的时候会表达自己这段时间那些心理的状态 或者思想的一些状态 让我的教练能够及时知道 那这样的会更好地去沟通 比如说接下来的比赛或者接下来的训练 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就是和原来不同的是 我特别愿意跟教练沟通 有一个思想上的教练 让教练去更好地了解你的心理状态 对 以前是不太爱说 就憋在心里面 比如说自己不好 也不想跟这样说我不好 我觉得现在因为你只有真实地表达了 你才有可能就根本能解决 这可能就是一种可能是利点的一个蜕变 经过利点以后的蜕变 那你像你的球迷们或者是外界 都是看到的更多的是你在球场上的表现 或者你在训练场上的表现 其实你作为私下 你回归一个 抛开你作为一个商业 比如说从商业就是一个体育明星 或者抛开你是一个运动员的身份 你回归一个正常人 你在抛下之前的不好的心情 就是一定要很快地去脱离这个阴影 对 然后去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因为你还没成功 因为你还没 这是你一个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你 比如说你人生的一个信条 这是你觉得做什么事 就是虽然我很成功 但是我离成功还差一步 对就是没有达到就会进自己最大的位去做 因为可能也可能是自己性格的原因 就是要求比较高 要求不太愿意承认好像自己就不行 就是尽可能的还是把它做好 只是现在通过这么多年比赛的历练了 可能更加成熟了 就是能够做到拿了起放的下 这个放的下并不是因为 我这次就会轻而易举地被你拿 从我手中拿走我的金牌 那不会 就是 我一定经过努力 我会进行过自己最大努力 我还是要拿这一块 但是如果你打得好 你把它拿走了 我也会给你掌声 我也会祝贺你 这是过去可能做不到的 就是我咔 这会很暴躁 其实你现在可能 就算别人拿走金牌 OK 下次我把它夺回来 对 再夺回来 对 其实这种 沟坎坎 其实我们作为演员也会遇到 比如可能 我拍戏 或者怎么样 可能最开始 我可能帮别人跑龙套 是 然后我帮别人演特约 可能到现在 然后我也推荐你看一部电视剧 明年要上叫《侠客行》 我是男一号 但是一部精英的一个补装戏 是 就包括我从最初的当跑龙套 到现在我去演男一号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点很像 就是 都是过程 都是经历过风雨 对 而且你现在已经拿这么多冠军了 包括你以后还要拿更多冠军 就是跟你刚才说这句话是有关吗 就是我还没有成功 你没有选择基督勇退 选择更上一层楼 对 因为我在亚运会打完以后 去接受那个 张冰老师组织的风云会的时候 我就讲过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 职业生涯最低谷的 04年的雅典奥运会 当我失利以后 我并没有因为 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失利 我就放弃了我 放弃了羽毛球 我更没有在2012年 在我残联奥运会冠军的时候 就选择这个极流泳队 就好像在很好的时候收官 收官 我觉得正因为这样 是因为我 这项运动对我来讲 真的是挚爱的 而且从我5岁打球 到今天 到12年的残联 其实很不容易的 中间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 一旦没做好 可能都会失败 就会没有 全盘就放弃了 对 就会没有 所以我觉得现在走到今天 我要对得起我这十几年的 努力的付出 我希望最终自己 结束羽毛球职业生涯以后 我的收获和我的付出 是能够成正比的 是没有遗憾的 没有遗憾的 对吧 其实在刚才说的也是 就是说 你没有选择基督勇 你选择基督勇 你选择去继续去保持它 去完成它 对 那在马上的这个 16年的这个 里约奥运会 你有着怎么样的 很多球迷包括媒体 都问到我说 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其实我很坦然的说 就是16年的 当然是16年的里约奥运会 但是呢 如果你要参加上16年的里约奥运会 必须在14年15年16年 要保持很好的竞技状态 你要让你的教练 让很多的媒体 相信 觉得你还是保持得非常好 因为在中国有很多很优秀的师弟们 包括成龙啊 之前刚刚推的杜鹏宇啊 包括王志明 他们都非常优秀 你不能因为说你是两届奥运会冠军 你就一定能拆下一定的奥运会 我必须要拿出自己真正的竞技状态 让我的教练能够看到就是 选择林丹 还是因为他表达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和能力 才让他去的 而不是因为他是冠军 他是拿了多少多少的一些好的成绩 才让他去的 我不想是这样 我希望自己拿出最好的竞技状态 让我们看到 那你刚才一直有说过职业生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真正会到多少岁在挂盘呢 就是你可能是尽量尽长的 把这个职业生涯放大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多少岁去挂盘呢 现在还没有 现在我只是希望能够很顺利的 或不是说很顺利 希望自己能够如愿的代表国家 去征战我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奥运会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是一件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 因为四届奥运会就代表着16年 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有16年的职业生涯 所以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值得骄傲 这是一份荣誉 对 所以我希望带着这份荣誉 荣耀去到 去增长到里约奥运会 可能以后的事情都不想 就我们只是把眼前 和将来你能所抓住的事情抓住 去把它做好 对 先把一个目前的一个目标的计划 做到16年 就是里约奥运会 好 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 首先我预祝你以后 在今后的比赛拿到更好的成绩 谢谢 抓住好你的这份荣誉 好 抓住好你这份自豪感 好 继续努力下去 而且还有个小的环节 因为我也知道你马上要去丹麦 对吧 然后过几天也是你的生日 对吧 可能你的那些粉丝们 可能比如说这 你也明白了 他们可能没法去丹麦 去送上这份祝福 但是可能通过我的这档节目 他们有能力 他们想为你去做一什么 就是他们为你送一个蛋糕 希望现在把这个蛋糕给你送上来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恭喜蛋糕 谢谢老师做吗 吹了吧 做个安定 OK 生日快乐 谢谢 辛苦 谢谢 辛苦 谢谢